九九重阳节快到了 华人社会有句俗语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现在送了个宝给你 你应该几时休息了啦 过去的中国大陆湘河县 有位老人名叫周凤成 他持在念佛半个世纪 三十年前往生后 至今肉身竟然都没有腐败 成为佛家所说的金刚流离体 犹如肉身菩萨 1905年出生的周凤成 在38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 从那时候开始 就决定吃斋念佛 五十年始终如一 俗话说心乱了 病就来了 或许是学佛的他 透过佛理了解到 健康的根本在心 一切病都由心而起 从心而治 1992年 周凤成身体不舒服 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检查 不过他不愿意住院 坚持要回家 回家后饮食习惯也改变 整整二十多天 只喝凉水吃凉饭 突然有天 他对家人说 我的事大着呢 不但要让湘河县知道 还要让全中国知道 最后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那时候家人不知道 这句话的用意 但他又说 自己往生后 肉身将不会腐败 因此要家人 别将他安葬 1992年11月24号晚上 周凤成在家中 突然拔掉氧气管 并说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我要睡了 之后周凤成安详离世 没想到在他往生后 出现了一连串神奇事件 家人按照他的遗愿 将他战缝在老家中 七天后 老人的身体开始膨胀 并排出大量的红色液体 然后身体慢慢恢复原状 一个月后 肉身竟然开始散发出香味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全中国 甚至引起世界的关注 周凤成的肉身 至今仍安放在他的香河县老家 引来许多人前来瞻仰礼拜 专家表示 活着的人身体不会腐坏 是因为有免疫系统控制着 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一旦过世后 身体机能将停止活动 肉身也会快速腐坏 所以这位香河老人 肉身不坏的情况 被科学界认定是个奇迹 或许这真的跟他吃素 学佛长达半个世纪 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周凤成还留给 后代子孙五条遗讯 期盼能流传后代 反攻自信 第一言行一致 心口如一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话说出来就收不回去了 所以要做到言行一致 心口如一 能管住自己嘴巴的人 是有智慧的人 第二不抱怨 你就赢了 凡事不要抱怨 多为别人考虑 不要光想自己 这样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第三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恩情不分大小 别人的每一份恩责 都必须永远牢记在心里 当有能力回报的时候 就一定要全力相报 第四 看淡钱财 不失得福 钱财只不过是身外之物 身不带来 死也带不走 对化缘修寺院 乞讨的人都要不失 这样福报多多 第五 存善心 做好事 做一件好事会有人知道 做一件坏事 也会有人知道 要多做好事 不做坏事 所以要存好心 做好事 当好人 这样才会有好报 人间福报 综合报道